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30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如果您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第一首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监控中国海外留学生言论 脸颇进行卧底行为 美国之音报道 一名化名为李陶陶的中国在美留学生 阐述自己今年早些时候 曾在网上实名发表了一些批评北京的言论后 国宝开始频繁地把他的父母叫到警局 强迫他们用微信和儿子通话 而这半年来 老家国宝的视频电话 总在美国时间凌晨两三点突然打来 而因为他的事情 父母的护照也被公安没收了 李陶陶和美国之音分享了 自己与当地国宝大队队长的视频电话 对方要求李陶陶把推特 Instagram和一个讨论中国民主宪政的 Telegram帐号的密码 尼称发给对方 并禁止他继续在以上三个社媒发言 随后对方让李陶陶保留其中一个账号 关注里面的形势动态 转发群里面其他对党和国家不利的讯息给国宝局 国宝几次对李陶陶说 这是代罪立功 以后回去可以不抓他 至于他究竟犯了什么罪 国宝从来没有说明过 只是说他反华侮辱国家 中国安全部门监控 骚扰恐吓海外意见者 已经不是新闻 有人说他们被跟踪 受到死亡威胁 株连意见者的家人 也是北京惯用的手段 仅今年一年 美国之音就采访到了至少五位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 他们在中国的公务员 或国企员工父母 受到官方威胁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法学院学生吉家宝就说 天津国宝几番找他父母喝茶 以要他们失业相要挟 那强迫他删除晚上言论 他是今年成立的青年宪政会 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该组织旨在联合海内外青年 推动中国民主进程 那吉家宝就说 有人从中国安全部门获资 他上了天津是一个 重点人民名单 那当地国宝更多次的 介入国外民运和留学生事务 是因为2018年 国安部因经费短缺 把权力下放给了各省市 2005年叛逃的前中国驻 澳大利亚外交官 陈用林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各省市安全厅 都有权派出人员 赴海外抓人 抓反共人士谈话 中央要求各地管好自己的人 那尽管对北京发表 任何不利声音 都可能成为当局的靶子 但像李陶陶这样 公开披露安全部门 提出过底要求的意见者 确实罕见的 此前有海外的维吾尔人 披露当局要其监视维吾尔人的动向 那2018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留学的 谷义和吴乐宝 也向海外媒体披露过类似情况 那谷义告诉美国之音 当时他们也是听说 当局有一个针对 境外年轻的意见者的名单 他主动联系 安徽国宝 许永全 希望把这个名单套出来 不过对方不承认这个名单的存在 反而觉得这是个机会 要劝说谷义为自己工作 那谷义随即把电话录音交给了 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 那徐永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后来还几次联络了这位 美国佐治亚大学的博士生 指导他如何写书面报告 要关注哪些对象 那一个星期后 徐永全发现自己被媒体曝光 那气急败坏的大马谷义 后来谷义听说 徐永全已经不做国宝了 在当地开了一家牛肉汤店 中国秘密警察对留学生的监视 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 可以讲每个人都在他们的登记造册监视当中 谷义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之所以不断的要学和收买在海外的人士 必定是有所收获的 如果没有收获 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 那除了秘密警察的远程协迫外 那他说美国政府更应该关注 北京通过中国大使馆 领事馆 中国学生会 和各种海外华人团体进行的 办公开的灰色的操纵和行动 那并采取更具决定性的行动 28日美国政府宣布将 中共共产党控制的组织 中国统促会的美国分支 指定为外国使团 那此前 华盛顿先后把多家中国驻美媒体 以及孔子学院美国中心 指定为外国使团 那同样在这个星期 美国新闻周刊经过四个月的调查 推出重磅报道 认定大约600个在美国的团体 与中国共产党在海外施展的 影响力活动有关 他们试图在大选前制造分裂 那挑起动荡 专家们则说 与大选相关的活动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与美国进行危机沟通工作组会议 那中美两军过去两天 进行了危机沟通工作小组四品会议 综合路透社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在29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就说 从10月20日至28日 中美两军先后进行了两次沟通 10月20日美国国防部高层与中央军委 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层电话沟通 就两军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0月28日至29日 美中两军就举行了危机沟通工作组四品会议 那吴谦就说 美中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 那保持两军的和平稳定关系 复合双方共同利益 并且需要两军共同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国防部以往经常提到 中美两军要加强危机管控 两国军方1997年还设立了 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那不过 吴谦提到的危机沟通工作组会议 则是近年来极少公开提起的机制 那美国空军杂志稍早前就曾报道 MQ-9无人机参加近期海上军演 原链打击海上目标 此举被分析成 美军或使用MQ-9无人机袭击中国宣称 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礁 自成10月惊奇 对此 吴谦就称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就此事专门进行了澄清 此媒体报道与事实不符 那并称美国无异于中国制造军事危机 换个焦点 中国伊朗新加坡实体遭美国制裁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办公室 29日就宣布对8家实体进行制裁 而这些公司参与了 由此前被美国制裁的一家石化公司 代理到伊朗石化产品的买卖 美国之音就报道 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说 这8家位于伊朗、中国和新加坡的实体 从事了由仲详石化有限公司促成的交易 或协助仲详石化处理和转移 出售这些石化产品所得的资金 证明就指出 伊朗的石油化工产品的销售 仍然是伊朗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 而这些资金被德黑兰用来支持 中东各地的腐败政权和恐怖组织 最近支持了维内瑞拉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庆就说 伊朗政权从为伊朗石化行业提供 方便的全球实体网络中获益 美国仍然致力于打击伊朗政权 用来支助恐怖组织和压迫伊朗人民的 任何收入来源 2020年1月 美国财政部对仲详石化有限公司 和其他三家的石化和石油公司 进行制裁 而这几家公司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NIOC总共转移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出口 今年9月 美国财政部进一步的采取措施 对支持仲详石化公司 继续参与伊朗石化产品销售的 六家实体进行制裁 接着我们来关心尼斯坎人事件 马克龙宣布增兵 一名男子在尼斯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内 和周边坎人 导致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一名遇袭的妇人 更是被凶手割喉致死 手法惨不忍睹 法国国家警察和尼斯市警察 参与抓捕凶手 凶手中弹 伤情危重 已经被送医院 法新社引述消息就说 凶手是一名21岁的突尼斯移民 他于9月底通过意大利的 兰佩杜萨岛登陆欧洲 大约在10月初抵达法国 但法新社采访的司法人员认为 习记者的身份未得到正式确认 此人自称名叫阿乌萨维 在意大利隔离后被要求离境 他到法国后没有申请庇护 他身上只有意大利红十字会的文件 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尼斯案发现场 他指这起凯人案是对法国国家的袭击 马克龙宣布真兵保护计划 加强街头反恐巡逻哨兵行动 将现有的3000名士兵增加至7000人 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 以谋杀和企图谋杀罪立案调查 那根据法国世界报引述警方消息说 贤凶在大教堂门口多次高呼 真主阿拉伟大 法新社就说凶手在被捕时和在医院里 也喊出了真主阿拉伟大 法国内政部长达曼宁立即加强了对全国宗教场所和目的的监视 法国总理卡斯泰宣布提升反恐安全计划级别 法国全境进入了紧急袭击状态 之前法国历史教师帕迪因在课堂讲言论自由 出示一张伊斯兰先知的漫画 而在10月16日被一名车程伊斯兰分子砍头杀害 这一事件震惊了全法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帕提老师进行了国葬 并表示绝不会向伊斯兰主地屈服 并着手整肃法国的伊斯兰极端实力 特别要地除伊斯兰对校园的影响 但却遭到伊斯兰世界的集体围攻 台湾台南是金船随机掳人命案 使者是来自大马的24岁女大学生 28日晚上她独自返回住处时失踪 当地警方昨晚在山区巡货 招勒弊的女大生遗体 并逮捕了良性嫌犯 目前全程在征讯中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使者中性女大学生就读当地的长荣大学 使者室友指出28日晚上11时 使者仍会返回住处 打手机也没人接听 再加上日前同路段曾发生 女大学生招陌生人污口鼻险被卢走事件 室友担心她的安危决定通报警校方 并立刻报警 台南归人警方随后成立专案小组 前往失踪地点调查 结果在台铁变道下 发现了女大学生的鞋子 研判她恐遭人强行带走 警方紧急调阅沿路监视器 果然发现一辆轿车 曾在附近游荡 行迹可疑 29日下午 逮捕了28岁的良性男嫌犯 警方在男子的车上发现血迹 以及一袋装满内衣裤的袋子 男子起初否认犯案 编称女大学生被吓跑 但在警方查询下 最终坦诚厮死守杀人 用麻绳勒臂女大学生 并带领警方到高雄阿联山区 弃施现场 女大学生的遗体在边坡下 三公尺处的山沟内被巡获 其全身赤裸紧身内裤 脖子上仍套着凶器麻绳 据悉 男子犯案时躲在便道下 物色落单女子 他盯上女大学生后 磁麻绳从后方勒住其颈部 再拖行到车上 于是用力过猛 女大学生在车上已经没有呼吸 男子健壮竟仍脱去 女大学生的衣物后非礼 本打算再往东商一带去尸 但又转返回高雄阿联 将尸体丢弃在大干山边坡上后 才返家 半时长达19个小时 目前警方全力调查案件 详细案情还有待理清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 国泰工会拟申请机场集会 对于香港国泰航空大福裁员 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王诗明指出 现在的形势对员工不利 工会已向警方申请下月4日 在国泰城或东勇港铁站外举行集会 昨日与警方会面商讨 及向机管局查询集会举行的事情 根据新岛日报报道 王诗明说预计未来一至两日 会收到警方的回复 知道举行集会难度高 但会尽一切所能向资方表达意见 劳工处就指 处方共收到700多宗有关 雇用权益的查询 并正努力尝试为劳资双方安排调停会议 工会内务副主席孙德言就透露 在警方的会面中知道 受限于目前的限聚令 以及国泰城集会同样受机场禁止令影响 那不需要等待机管局未来一至两日的回复 可否举行 工会昨日亦与国泰机师工会会面 德西双方在述向的事项上有共识 包括要求新合约应该是短期合约 以及延长考虑签新约实现等 并考虑未来联合工业行动的可能性 工会亦期望未来可与政府关于会面 以及相约劳资及劳工处三方会谈 王世敏昨天早上在电台指出 现在的形势对员工不利 工会重申要求公司延迟签约期限 以及将新合约改为短期合约 他又指随着保救业计划将于下个月结束 担心这件事情将开先例 其他企业会跟随国泰的做法 国泰航工大幅裁员 要求限职员工在下月四日之前 签署涉底薪上线及减薪的新合约 否则当解雇处理 马哈迪推特引发重怒 招三文 另一方面针对尼斯恐袭凯仁事件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不寻常地 发了多则的推文 当中提到法国老师被斩首 这位老师之前曾向学生展示 对先知莫汉莫德的讽刺漫画 马哈迪说他不认同这项攻击 但言论自由不包括侮辱他人 过去曾因攻击犹太人和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者言论而引爆争议的马哈迪还指出 法国人在他们的历史进程中 杀死了数百万人 当中许多人是穆斯林 穆斯林有权愤怒 并未过去遭受到屠杀 而杀害数百万法国人 马哈迪还说 整体而言 穆斯林并未采用以眼还眼的法律 穆斯林没有 法国人也不该这样做 马哈迪的推文没有直接提到 尼斯的攻击事件 但已引爆了众人的谴责 社群媒体用户将它贴上 离谱与可耻的标题 推特最初将有关杀死数百万法国人的推文 标记为美化暴力 不过并未将它删除 但不久之后 这则推文已被删光 乌统议决继续当政府 疫情后举行大选 马来西亚乌统追高理事会议决 乌统现有的内阁成员 将继续保留在政府体系 为当疫情受到控制时 乌统会寻求全国大选还振于民 乌统主席伊纳都斯利阿莫扎西就强调 举行大选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 他昨晚主持乌统追高理事会特别会议后 发表文告称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照顾人民父子 国家和谐与政治稳定 政治停火 以及国民和解 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 昨晚的会议 也讨论即将在国会下议院提成的 2021年财政预算案 他说乌统一向都很支持和尊重国家元首和马来统治者理事会 任何一方对乌统在这方面存有质疑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如果还有任何一方对乌统的立场表示质疑 乌统会毫不如鱼采取坚定的行动 来维护统治者的主权和人民的利益 乌统昨晚召开最高理事会特别会议 盛传会讨论副首相人选 但阿末扎西在文告中完全没有提及此事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我们下周一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